飞机上,一瓶酒精滚出了行李箱,可随着飞机的颠簸,亭里的液体竟然顺着空调缝滴了出来,男人以为是空调水,便没当回事,反而是拿出了怀里的打火机,准备点一只烟鸭鸭鸭精,这时,一旁的画家及时出声制止了他,可男人并不理会了,就在女主发现问题正准备过去阻止男人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打火机点燃了滴落的酒精,大火瞬间将男人给吞噬,经过众人的一阵抢救,男人最终还是被烧成了一坨焦炭,可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过一回,一个老头又突然感觉到一阵头晕,然后直接栽倒在了地上,众人见状急忙上去抢救,而这时,女主又过来抢救了,可刚给老头做了一个人工呼吸,下一秒,老人却直接翻出了白眼,然后起身一把抓住女主念了一通咒语,就又倒了下去,吓得女主直接就瘫倒在了地上,而就在这时, 女主竟然发现一个座椅后面竟然藏着一个阿飘,而没过一回,老头扑腾了几下就断气了,老头死后,老伴将老头放在了最后一排座位上,而此时的飞机,因为遇到风暴,正准备紧急降落,而刚上完洗手间的女主,正在返回自己座位的时候,一转头,刚刚死去的老头竟然又睁开了眼睛,然后 而这时,女主座位下面竟然伸出了无数只阿飘的手死死抓住她的头发,然后让她看向了上面的座位19号,与此同时, 她竟然瞬间回到了二十年前小的时候,而身后,依旧是念着咒语的老巫婆,然后,等她再次清醒过来时,一切却又恢复了正常 女人这是认为,肯定是因为二十年前,老巫婆诅咒了飞机,才让飞机上所有的人坠往,而这次,老巫婆的诅咒也将会再次重绑覆辙 老巫婆让她看的19号座位,肯定就是故意让她留在这儿,然后好除掉自己 想到这儿,女主急忙走向前准备带自己女儿往前面走,可女儿死活不愿意,而一旁的男人则表示她刚刚说的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并不存在所谓的诅咒,一切都只是巧合,可就在下一秒 男人的眼角竟然流出了血,这更坚定了女主的想法 正当她准备强行带走女儿时,两个空姐拦住了她的去路,认为她精神有些不正常 可还没说几句,一旁的空姐便捂住了自己的胸口,然后 女人嘴里竟然一直吐着水,古人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果然古人成不起我 扑腾了几下的空姐,过了一会儿就没再扑腾了,可就女主拉着女儿正往前走时 她竟然看见了一旁的画家竟然在画着什么,女主一把将画夺了过来 竟然发现上面画着所有人死亡的方式,并且连自己看见阿飘的场景都画得一点也不差 然而还没等女主说什么的时候,画家的身体竟然燃烧了起来 然后直接化成了灰烬,而此时的空姐和刚醒来的男人却告诉她不要往前走 前面什么也没有,可女主认为她们是老巫婆控制来害她的,便不听宣告地一直往前 而追上来的男人则表示大家是来保护她的,可说着说着 最后一个空姐竟然也被吸了出去,而与此同时 男人的脑袋和眼睛里竟然都流出了大量的鲜血,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而女主则急忙撞开门带着女儿跑了进去,谁知里面竟然什么也没有 而一转头,女儿竟然也不见了,这时她突然看见了前面的一个阿飘 她以为是阿飘带走了自己的女儿,便直接追了上去 可与此同时,整个时间和空间竟然都停止了下来 原来,时间一直都停留在二十年前的飞机上 而飞机也确实遇到了风暴的袭击 而女主身后的老巫婆并不是念什么咒语 反而是催眠女主给她创造生存的机会 下一秒,时间彻底回到二十年前的飞机上 原来刚刚死的所有人,都是二十年前现实生活中的人 而去救人的,则是女主的母亲 而女主,则还在睡梦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女主又回到了老巫婆的梦境中 而就在这时,女主想起了老巫婆的话 甚至是梦里女儿的提示 没错,十九排 下一秒,女主回到现实 而飞机,此刻也正在遭遇着空难 女主大声喊着母亲要到后排的十九号 可因为颠簸,母亲被撞晕了过去 年小的女主根本拉不动自己的母亲 而这时,一旁的男人则帮她和母亲坐上了十九排 然而下一秒,男人就被爆炸的碎片崩破了脑袋和眼睛 原来,梦境中的所有人的死亡结果 竟是现实中带来的蝴蝶效应 随后,飞机静止落入了水中 飞机上的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难中丧生 而女主和她的母亲,则安然无恙 在十九排好好地活了下来 但她和三 react 反正对自己来说 请打税